天宫二号 2016年9月15日发射入轨到昨天光荣陨落 总共载轨运行34个月 圆满完成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当中的大量关键任务 也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多个首次 2016年9月15号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成功 2016年10月19号 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汇对接成功 航天员井海鹏 陈东进入天宫二号 开始了长达30天的太空生活 创造了目前中国载人航天飞行时间最长的记录 在送走了第一批乘客之后 天宫二号于2017年4月22日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小伙伴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他们之间要进行的是验证太空加油技术 4月27号 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成功完成了 我国首次推进机载轨补家实验 推进机补家也是我国第一次实现载轨这个两个含电器 进行这个推进机补家 相当于在空间实验时期间中就提前载轨 模拟空间站的工作模式 进行了多次的工作 在完成航天员中期驻流以及推进机载轨补家任务的同时 在天宫二号上还开展了大量的空间科学实验 以及空间应用实验 这次在天宫二号上 我国首次在空间完成了 从种子到种子全过程的空间植物培养实验 也为我国在未来的空间站上开展同类研究奠定了技术基础 同时在天宫二号上面还搭载着世界首台空间冷原子钟 它是目前人类研究出来的最精准的钟 此前太空中的热原子钟已达到3000万年误差一秒的精度 而搭载在天宫二号上面的冷原子钟更进一步 达到了3000万年误差少于一秒的超高精度